我是周玉寇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欢迎回到Coco早餐 八点钟到九点钟第二时段的节目 我是代板主持人蔡志平 我们今天待会八点钟之后 我们会各位安排的是 两位朝野的立委朋友来我们的现场 分别是国民党籍的立委徐玉仁 以及民进党籍的立委尤美女 两位会到我们的现场来 因为今天朝野党团会有一场大协商 这场协商会非常的激烈 有很多的议题 当然对于徐玉仁委员跟尤美女委员来讲的话 同婚法案在大法官视线之后 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进展 今天的协商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请来了两位委员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待会回来 Coco早餐 Coco's BIT 好欢迎回到Coco早餐第二小时的时段 我刚刚犹豫了一下 欢迎回到我差一点把我黄昏的节目时段 差一点讲出来 好今天我们刚刚跟各位预告了 我们两位委员要来 但是因为尤美女委员还在路上 但是国民党籍的立委呢 徐玉仁徐委员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 委员你好 世民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待会呢民进党籍立委油美女委员会加入啊 我们会跟各位来谈一下 因为今天呢朝野党团啊 在四天廉价之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协商 今天下午开始吗 对今天中午十二点钟 对刚好端午廉价结束 而且今天是立法院本届会期最后一天 对因为他就等于说很重要的协商就说在这个会期里面到底有哪一些法案是可以先优先审查的 目前看起来哪几个最最最最最可能 我们这次打算开三次临时会 对六月七月八月各有两个礼拜 促转这一个也很重要 因为对民进党来讲 这是他们执政以后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 所以也跑不掉 就完全没有同婚的可能了 对同婚今天中午的协商其实是由美女委员召开 那其实比较 你说着说着曹操 美女委员在这边 美女就到了 对对对 各位看到刚刚那个窈窕的窈窕婀娜的背影呢 就是由美女委员来了 对对对 好委员你好 主持人好 没事 我们刚好由美女委员见 我们才刚刚开始 那再跟各位郑重的介绍一下 因为今天的朝野党团有一个协商 所以我们很高兴请到了两位委员在协商之前 好那分别来到我们现场 那刚好他们一位属于国民党籍的立委徐一人 另外一位呢是民进党籍的立委游美女 好那两位呢 大家在我们现场一起来聊一聊 到底这个同婚法案在大合观视线之后 有没有机会在这个会计挤上去 来先请游美女委员跟大家打个招呼 委员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好我因为徐委员刚刚打过招呼了 所以我们就不必再重复了 我要讲的是说我记得 我好像在前两天听到一些朋友在讲说 他们真的觉得对朝野党团 这个会期同婚能不能够法案能进来 他们真的觉得也不是的乐观 而且呢下个会期呢也不太乐观 为什么呢 因为这会期刚刚徐文有说的 三大法案要审 然后林权要来报告 然后再讲下个会期呢是总预算 所以连续两个会期呢 其实都是重头戏 朝野都很可能在这个议题上 有很多的争执跟对峙 所以同婚议题呢就很可能会被缓 那我先请教一下徐委员 真的吗 知道你预估约可能是这样吗 我们希望不会 你希望不会吗 可是问题在于说 刚刚徐文有讲 年改也好促转也好 加上这个 前瞻 前瞻 然后加上林权院长的报告 这个临时会 才三场临时会来得及吗 我想在 我们这三个案子就够受的 在临时会应该不太可能 这个不可能以后就到下一个会期了 对其实 试线完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府方 还有行政院都有出来讲话吗 那现在看起来说 我们希望他们 赶快去拟定一些 修法的配套措施 那如果行政院要有版本 要尽快提出 因为不然的话 其实时间一天一天在过 那如果说按照事线的版本 两年后自动生效 那其实对整个国家 压力很大 冲击更大 对所以我们是呼吁说 行政院若有版本 要尽快提出 行政院若有版本 其实讲的也就是法务部 对 法务部要准备 要准备这个版本 不过当然这一次是委托 这个主命 这个陈美宁来负责 请他来负责 对 因为这里要协调各个部会 所有的 他们可能要配套的东西 他协调的部会会包括什么 法务部一定跑不掉 内政部 内政部 还有卫护部 劳动部 劳动部 劳动部会 会得到哪一 相关的一些权益呢 对啊 性别工作评论法 或什么其他等等 一些的福利 那其他相关 看起来不太重要 但也不是不重要 教育部会不会碰到 文化部会不会碰到 应该都会啊 教育部应该也有 所以其实各个部会 应该都会 他们应该都要去 全面的检讨 所以是要跨部会 是要跨部会 我是觉得是蛮纳闷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 在立法院在审 这个民法修正案的时候 其实就有法务部 那时候当初提出说 如果要修民法 就要改300多条 100多条 那时候 应该就已经有 这个研究的一个结果出来了 因为他有 表示他知道 要修改300多条 然后现在事先案 完出来之后 才说我们现在才要开始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 其实那时候 段一康委员说 好像打到九局了 现在又从第一局开始打 我们是觉得说 好像又回到远点 是有点奇怪了 这是有点点 会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法务部的诚意 跟态度了 但是话说回来 终究还是要面对 因为很简单 我想两位都很清楚 我在我的广播里面 也讲过 因为大王会 给你一个时间了 你就是两年了 到后年的5月24号以前 你非得要做一个调整 不可 否则我当时 我们也访问这个七家威 他说的很简单 两年后的5月24号 你可以想见 搞不好各个地 就数百位数千位 对不对 那个朋友 就走进护震事务所 要求来做更改登记 你到时候看你怎么办 你不处理就是违法 违宪 所以我想法务部是一定要动的 那现在只是说 大家比较尴尬的是说 前面这么多重要的法案 我先从前面来聊一下好了 像两位现在是 我要感谢两位 不同的政党 但是联手来这边 跟我们一起聊 可是我们刚刚讲的 前面那几个法案 两位很可能就没办法联手了 对不对 前瞻不会联手 两位 然后处转不会联手 每一样几乎都不可能了 那我只是好奇的说 委员是执政党的 执政党那到底有没有共识 现在你说 你刚才也讲了 看起来这一个临时会是不可能了 可是下个会期是总预算 总预算案我觉得也不可能了 不过 其实总统在他的三点声明里面 讲得很清楚 就说这是每一个人的婚姻自由 跟平等权受到保障 而且是大法官会的解释 他是居住全国的每一个人 而且居住所有的政府机关 那应该要在限期内 要立即修法 而且要完成立法 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 明确的一个宣示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想这个法 两年内绝对一定要让他通过 那其实刚刚讲的说 行政部各个部门 他们要去配合的部分 其实那个跟 如果修民法 其实那些部分跟这个 其实是无关 只是他的配套措施而已 那当然其实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技术性的东西 不过现在看起来 我也很好奇 因为照国民党来看的话 新任党主席 吴敦英当然 在事件案之后 就马上表态了 在他脸书上 后来他也开了记者会 做说明 我当时也讲了 我说 其实大家 当然可以嘲笑 这个吴敦英 因为每一个政治人物 都要为自己过去做的事情 现在要负起责任 但是话又说回来 他肯改 肯调整 终究是好事 总比说 始终都固执 始终都名玩不灵的 政治人物来讲 我觉得吴敦英 这个动作是值得肯定的 他只要以后能够 持之有恒的 一直往这方面去改 他就带动了一个 新的政治文化 所以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 我有注意到他 谈话里面的一个细节 他似乎是说 在民法里面修专章 他大概这个意思了 那民法里面 所谓的修专章 是什么意思呢 我就比较不太懂了 因为按理说 修法 就修法 再不然就是 另外立一个专法 这是另外一个 可是在民法里面 修专章的意思 就是说 在现在的民法 都不动异性恋者的 婚姻的所有东西 然后在另一条 在立一个专章出来 变成同婚的某个专章 这在法理上 有没有问题 其实在我们立法 院司法法制委员会 初委员会的版本 其中有一个 就是蔡余伟的版本 对在民法里面 就蔡余伟的版本 其实就是修专章 那修专章也就是说 关于同婚的 这个婚姻的这个部分 就是另外另一张 就是等于在 民法亲属片的 最后一张加上去 那其实在 初委员会的版本 的另一专章 其实也是只有 三个条文而已 那这个内容 其实跟我们修民法 其实内容 其实大头小一对 但我理解说 在一个法 一个法里面 加一个专章 在法理上是OK的吗 通的吗 是OK啦 但是我想 这个统治团体 还是觉得说 那既然大法官 会已经讲 就是说对于 这些说的 这个同志的 这个相同性别的 两个人 那他们如果说 用同一个法律 在民法 民法亲属片的 婚姻章里面 让他们能够实质 跟形式 适用同一个法律的话 那并不会造成 任何的 这个所谓破坏 这个婚姻的 这个伦理秩序的问题 所以其实 当法官会议 在这个解释文里面 已经讲得很清楚 在婚姻章里面 让他们实质 实质跟形式的 是适用同一个法律 那所以这里 有没有必要弄 专章 当然这个部分 也是要再去讨论的 当初这个蔡宇委员 她提出的专章 其实就是说 在技术上去避免 动到民法本文的条文 那对于这些 当时是 反对民法修正案的 一个 然后又支持 比较支持 统运这边的 可能是一个 折衷的方案 对 那但是就 精神上来说 就是刚刚永远也说到 就是说 其实如果这件事情 可以透过民法 本身去规范的话 其实台湾 应该要做一个典范 因为你如果 修一个专章 其实就是有一点 技术性 就是打擦边球的概念 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想见了 就是说我想这个 这个逻辑 我在过去 在我们节目当中 也也 我自己也谈过 也好像我也访问过 两位委员 个别都谈过 就是说 你如果专章也好 或者是专法也好 他如果专到了 接近民法的 的修改的 比如说吧 接近百分之九九好了 那你何必呢 对不对 好 如果你差别差到 比如说只有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那还是公然违宪呢 那你 那你也何必呢 所以你想的 就是说 那只不过就是一个 感觉上 就是你心里面 可能对某些朋友来讲 心里面就会说 那怎样 我就是没有修民法 那也就是这一点点的差别 对不对 所以可以理解这个说法 会为什么会有在民法里面 就是说 那干脆民法里面 再设一个专章 那就是说 我比那个专法 再往前推一点 但是比那个动民法本文 再往后推一点点 但是仔细再想一想 何必呢 对不对 其实何必呢 就是这是一个 我想蛮有意思的 一个修法上的 一个技术上的难易度之外 还有一个是 纯粹就是心理感受 心理感受 就是心理感受 但我倒觉得 大法官会议 这是解释之后 心理感受这一块 它其实往前冲了一大步了 那现在剩下一部分 也其实也就是 大家比较性命契合的 反复的去讨论 就像我刚刚这样讲 如果你各位再想一想 不管你什么立场 但是第一个 大法官会议已经做解释了 你必须要做调整 这是事实 你不能再动了 第二块就是 心理感受的问题 那心理感受问题 其实只要听两位委员 然后听一些朋友 大家反复的去谈 大概也就知道 其实它真的冲击 没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但我现在只是 比较好奇的是 真的就是技术性的 的干扰 所以技术性干扰 就是在这么多重大 法案要审的情况之下 它一直拖 那这是一个状况 就立法院里面 就始终都抬不了 抬不上台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法务部或相关的部会 那他们的 这个修法的动作 特别像陈美玲 秘书长 那他的动作 应该就不能停 因为他那边也很重要 就是说他 他应该要让大家知道 当蔡英文总统 已经这样讲了之后 行政部门到底 有没有在未来 虽然立法院里面 可能我觉得立法院里面 是有理由 刚才刘委员这样讲 我也可以理解 这的确有 他的优胜顺序的话 大概这个会期 跟下午会期都很辛苦 可是你总要有一个动作 不能说一年以后 大家回头再看 像段委员刚刚讲 你跟段委员讲的话一样 就说一年以后发现到 行政部门还是没动作 还是从打到快九局了 又从头来 那样我觉得 对于大老刚 视线的解释来讲 就太不尊重了 至少你们那种都要做 其实我的看法是说 这个同婚法案 如果他要通过的一个 黄金实习是六个月了 因为我 第一个我蛮担心说 如果这个法案 拖过今年 明年2018要选举 然后几乎大概年初一定开跑 那选举的状况之下 其实不少候选人不敢碰这个议题 这样 那就又一年了 对又一年就过去 然后19年就紧接的那一年 就可能要生效了 那如果说好 那法务部 他是不是应该要赶快 定一个时间表 那如果说这六个月 真的没法处理的话 那应该是 糟糕天下说 那什么时候我们在 在思考的时间表 是是怎么样 大家在各行 就是说在各界也可以做一个 相关的配套措施 对那 但是对于 这一次 就是七八九 六七八的这个临时会要纳入 我觉得是并不乐观 那下一个会期 预算会期 要排进去 我觉得也要看行政院那边 推动修法的进度 那现在我们也当然遇到一些压力 是说蛮多的同婚的支持者会说 不是有已经有一个两个版本 已经送出委员会 躺在立法院的 为什么我们就不表决那两个版本 那其实那时候的争议是说 因为行政院没有态度 所以那两个版本就是 等于是我们立法院的 送出的版本 那我们现在就一直要赶快 呼吁行政院把他们认为 应该修法版本 送进来做一个对案审查 就等于说有三个版本 或者是把它合并成一个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最后才可以做出一个 恶毒的一个决定这样子 好我们待会回来 进一段广告回来 我们会好好的再聊 但是在这个 因为还有一分钟左右 我先请教有委员 时程上来看的话 刚才学委员有说 黄金期是六个月最好 那你认为大概最晚最晚 在什么时候 应该也要让这个法案 能够上进到立法院去讨论 其实最晚应该在 就下个会期 应该就应该通过了 因为否则的话 我想推就是再拖下去 一定就是当两年期限 那我就觉得说 如果立法院没有修法 然后有大好官会议的解释 去实行的话 那我觉得那是立法 史上立法院的耻辱 而且冲击会非常大 因为到时候的行政部门 特别是很多的护政单位 他怎么处理 与法无据 对不对 可是又知道 现在旧的法又违法 又违宪 所以他会出现一个 很大很错乱的一个状况 好我们待会来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好欢迎回到Coco早餐 我是代表主持人蔡时平 在我们现场是民进党的立委 游美女 然后国民党的立委 许玉仁两位委员 非常难得的跨党派的 一起来出席 因为今天朝野党团 的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协商 而且媒体都会用这个标题 说可怕是大混战 因为双方旗舰很大吗 其实也不会吧 就执政党来讲的话 你们要希望能够优先的 很清楚 对不对 国民党那边 作为少数党团 少数党了 但是毕竟是在野党 你们对这个约缘顺序 基本上是OK的吗 其实这个议题 年积年改 年改促转 对 对不对 促转前瞻 对对 那这个议题 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定义为 在党团里面 由委员各自去 阐述自己的价值 本来就没有一个党团一致的 一个官方的立场 那上周 吴主席他 他作为一个阐述之后 那我们也就是说 从内部这个部分 也还是持续的去定调说 这个由 个别委员各自去表述 那我想 大家还是比较关键 去思考说 先不论个别委员的立场 而是说 这个事件案出来之后 如果两年之内 我们立法机关 跟行政机关 没有做一个决定的话 那其实对于 这个社会的冲击 其实是更大的 那我说 我们还是希望说 行政单位 或是法务单位 如果已经有 在研你的话 应该要明确的 提出一个时间表 我可不好奇 再请教徐委员 就是说 你们新任党主席 这个吴敦毅 在当时 事先案之后 很快的就在脸书上 做了一个表态 接着用记者会 来稍微解释一下 自己过去的立场以后 你们自己的国民党团 有那个氛围 有比过去 再变化一点吗 我想因为 吴敦毅先生 他是新任的党主席 那他对一些议题的表态 也当然是 跟我们党团 这边会有一些沟通 那其实我们也乐于 见到说 一个党主席 可以接纳 开放多元的声音 这样子 那其实党内的氛围 并没有说 因为主席的表态 有太多的不一样 因为原本的定调 就是说有 各自表态 各自表态 没有一个官方的立场 这样子 那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只是跟主席 有特别的去 请示说 是不是在这个议题上 继续来去支持党团 做一个各自表述的立场 那那时候 主席也做一个允诺 就是说 这部分当然还是尊重党团 当初的一个决定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国民党党团 就你所了解的 各个国民党籍的立委 他们在释线之后 释线案之后 以及在吴敦毅主席表态之后 基本上还是维持原来的 就是各自表述的立场 目前还没有一个 完整的一个态度 对了 对 可以这样说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就表示说 他们在这个同婚法案 到底要不要优先 列入到这个会期 或下个会期 临时会了 或下个会期 其实也还没有一个 一定的立场 就我跟几个委员 就是说私底下聊的过程里面 大家是说 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程序里面 都要行政单位 尽快的去把 他们相关的配套措施 做出来 我想大家今天讨论 这个共识你们是有的 对 你们彼此之间 是不是有一个立场 倒还没有 但是希望行政部门 能够配合着 四宪案之后的 修法和动作的 做进度 有所表态 有所进度 这个是要的 没错 那委员呢 四宪案之后 对你们民营党内的 党团来讲 你觉得有 那个氛围有改变吗 其实部分委员 是希望能够 速战速决 那当然 大部分的 可能都还是认为说 行政院的 既然要提 这个所谓的法律方案 那尽数的提出来 那当然我们是执政党 所以我们一定是要跟行政院 也要配合嘛 所以我们会 就是希望说 行政院能够 尽快的在这个 修会期间 赶快把它提出来 当然所谓行政院的 法律方案 不见的就是 所谓的李专法嘛 对不对 所以看行政院到底是 因为他要去检讨 民法也是一个方式啊 对 可是到目前为止 法务部的 给人家的感觉是 他们是比较偏向专法 那是法务部长 个人的倾向 所以今天他还是要在 大法官会议的解释的 规定的这个 里面所规定的范围内去做 但是大法官会议的解释里面 的确也也没有 你特别明确讲 他只是说在修法或制定 对不对 我觉得后面 但是你要看他的解释 我里面 第一个你的 这个所谓的 宪法22条的婚姻自由 自由的权利 是婚姻自由 婚姻自由 不是伴侣自由 对不对 所以是婚姻自由 第二个是平等权 所以你必须要通过这两个的检验 而且在这个平等权里面 大法官会议的解释里面 特别提到 就是说这些的 同志长期以来 因为受限于这整个一个传统的习俗 所以他是处于这个整个社会 跟政治的绝对的弱势 他是没有办法经由一般的民主程序 来得到法律权益的保障 所以他要这所谓的 以性别 这个以所谓的性倾向来作为差别待遇的 这样的一个处理呢 必须要是经过严格的审查 所以他是不能够 就是说 所以他必须要去一个一个去看看 你的这个目的跟手段之间的实质的关联 所以从这个法理上来看的话 法理学上来看的话 其实大法官会议 我自己虽然不是学法的 可是我在仔细看 那个五千多字的那个条文以后 那个解释文以后 我自己的感觉是 其实大法官会在这上面 进步的 进步态度是非常明显的 他采取是非常明显的 刚才我 你倒是提醒我注意一个细节了 他强调的是婚姻自由 所以换句话说 除非你要在婚姻自由之外 去解释说 他跟伴侣自由是通的 否则的话 其实婚姻自由就已经卡住了 一个解释上的问题 但是这里还要牵涉到形式 对不对 你说好 我今天就是称你 就是你不能够称为婚姻 你就是就是伴侣 但是你的伴侣的权利 跟婚姻的权利是一样的 那你这里还是有形式的歧视 就是形式上的 形式上的不平等 对啊 不是说不是不是 民法刑法那个形式 说就是形式上的 民意形式上的 不平等 所以在 所以话来说将来在法务部的版本 也好 立法的版本也好 其实不管你是主张修民法 还是修 还是做专法的 你必须要在这块上面 要说得通 没有错 所以在相对来说的话 你用伴侣法就很可能还是违宪 还是违反 那个大法官司 不过这个可以请教一下 游委员 因为那个法律专业他比较清楚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 现在他最后提出一个 同性婚姻专法 当然他有可能提出同性婚姻专法 那所谓同性婚姻专法的内容是什么 因为你还是要 要通过平等权的检验嘛 所以你几乎是跟民法亲属篇一样 对不对 那你跟民法亲属篇一样 你为什么要立一个专法 你的目的是什么 那是一个形式的一个不平等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如果你修到最后是百分之百 那你其实是多此一举 多此一举 如果你不是百分之百 那就牵扯到你还是不平等 还是歧视 所以他这个修专法或专章的人 会有这个困境 就在逻辑上来讲 他有一个困境 因为他现在会说 我们并不反对 但是你为什么要去动一个民法 你动个民法的话 知识体大等等 那我们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接受 所以我们来一个专章或专法 可是麻烦就麻烦在 这个很漂亮的修持之下 要大家一定要问的是 那那个修法以后的那个专章或专法 他的权益跟民法上的保障 是不是完全一样 他就很尴尬了 他如果说完全一样 说实在 那你何必呢 那就是民法就好了 就你何必呢 你何必要多指一句 对不对 那纯粹就是感受问题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法理上来讲的话 我相信专法跟专章会有这个困境 他真的的确要面临到这个困境 可是话说回来 两位应该会同意 两位在立法院那么久 尤其是游美女游委员 在法律的专业上 从女性的平权运动开始 一直到现在 应该也很清楚 有时候很多问题都不是法理问题 其实是情绪跟感受问题 对不对 很多传统的坚持 其实也是一种感受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上 大家其实只要耐心的多沟通 多去慢慢讲 我觉得也并不是没有他的效益的了 但是法上面至少要能够走到进步的法 新的价值的阐释 这个不要 这个要往前推的 我觉得社会就是这样进步了 好 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欢迎回到Coco早餐 我是代班主持人蔡日平 来我们继续跟民进党的立委 游美女 还有国民党的立委徐玉仁 来聊聊今天朝野党团的协商 中午之后 那到底同婚法案有没有机会出现 现在看起来两位也都同意了 事实上就政治现实来讲的话 在这个临时会要能够挤上这个法案 真的也说实在不容易 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从一个媒体人角度 我也会认为说那也好 那不然就是稍微再缓一个临时会 让大家有多一点时间来协商 可是我想两位跟我的意见都很像 就是行政部门至少要同时在进行 你不能够因为这些问题 暂时往后挤不上临时会 或挤不上下一个会期 你就拖了 你应该是继续的赶快的 在大家的期望之下 很快的配合 包括蔡英文总统的公开的承诺 至少要把修法的进度告诉大家 然后修法的状况怎么走 告诉大家 让大家知道说 法务部的进度或者行政院的进度 然后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后 就算还没办法进去 但那个版本很多想法 大家可以反复的讨论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有很多的状况 现在看起来在法上不会是问题了 在观念上不会是问题的 价值上不会是问题了 问题可能在一种感受 还有情绪 那这个就需要你有版本 后大家根据那个版本 再来反复的讨论 我觉得路是可以走出来的 刚刚中间空档的时候 我跟两位委员在聊 比如说尤其是游美女委员 游美女委员 我认识她很久了 她在年轻的时候 在很早之前 她就从事很多的女权运动等等 其实我们同样道理来思索的话 当时女权运动 碰到很多的困境 当然状况不太一样 可是她有很多的困境 在那个年代主力也很大 没有错 其实今天所面对的问题 在当年我们妇女运动的时候 其实都一样 同样的被抹黑 那同样的就是会说 整个婚姻价值的崩溃 什么等等 今天所有在供给 同志婚姻的这些的言论 再去看当年 我们在做妇孕的时候 其实都一样 也就是说这个社会 当然我们要承认了 就是保守的一些价值 它的确也是维系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 因为它会使得这社会不至于过度的激进 或者不至于过度的无政府状态 可是这种讨论还是要在一个理性的讨论之上 否则的话它就经不起时代的考验 我是觉得现在台湾其实站在一个历史的时刻 尤其对于这个婚姻平权这个案子 那大法官视线又已经做出那么一个进步价值的一个阐述 那其实现在就是看台湾的政治领袖 民意代表立法机关还有行政机关 能不能就这个进步价值 能够做出一个亚洲社会的典范 那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多 我在跟有美女推动这个婚姻平权法案的时候 其实很多外国的媒体都在问说 如果台湾做到了 那其他亚洲世界的国家 应该可以把台湾当成一个典范 那甚至于有日本韩国的国会议员 他们来跟我交流的时候说 哇你们台湾真是进步 因为在我们的国家 这样的法案连国会里面讨论都不可能 那我觉得以台湾来说 我们去跟别人比大小 比size比经济规模 我们可能比不上 可是在进步价值上 我觉得以台湾来说 这样子的一个彰显 它其实是可以让我们让世界可以看得到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 我想每个人心目中都要想说 我们希望给下一代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的孩子们 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那我觉得立法不只是最低道德标准的规范 它可以作为带动创新 带动一些新的可能性 树立创新社会的价值典范 我请教那个游美女 游律师也是游委员 就是说我也听到一些 一些反对的声音会说 台湾可以争很多第一啊 干嘛在这种议题上面 去争个第一呢 争个第一有什么意义呢 好那我就要请教你 我们现在回头再看一下 在同婚的这个新价值上面 台湾跑得比亚洲 东北亚国家都快 这的确是亚洲的 东北亚的 对亚洲国家大概第一了 这种第一对我们来讲 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我们台湾 今天能够立足在世界上 而且就说跟 就说在国际 在国际上我们没有办法 真是加入这些国际的组织 或是存在国际的会议 但是各国能够实质支持我们 靠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台湾价值 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所以呢这些是我们 立足在世界上 各国愿意跟我们实质交流 愿意来支持我们 包括这一次 WHA各国会在 会常上来张一直言 把我们跟中国区隔开来的区别 就在于我们的人权的价值 所以今天同婚如果能够通过 其实就是张眼 我们台湾人权立国 不是嘴巴所说 是真的去实践 那这个就是我们台湾 在世界上所彰显出来的价值 而且在大法官会议的解释里面 也讲得很清楚 让相同性别的两个人去结婚 并不会去改变异性恋的婚姻 的这些的伦理价值 你包括婚姻的这些的 婚姻的结婚的年龄 那这个结婚 这个所谓的近亲婚的结婚 或是忠诚的义务 或是抚养的义务等等 你用同样的规范 根本就不会去影响到 异性恋的婚姻的内容跟价值 所以事实上 大家真的是不用害怕 我们当然知道说 大家对未知的东西 是有恐惧是害怕 是不愿意去改变的 但是其实我们再去回首 我们过去台湾 这么多年来走过来的路 我们从以前的 说实在的我们实际上讲 我们都曾经野蛮过 对不对 我们曾经对我们的原住民 对这些人身心障碍者 对儿童对妇女 对所有的这些的外籍配偶等等 我们曾经用过 什么样的言语去称呼他们 我们曾经怎么样的去歧视他们 但是我们台湾 大家都走过来了 我想这就是台湾的价值 所以陈汝总统 在三点声明里面讲说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大家互相的理解 互相的包容 互相的尊重 他相信以台湾成熟的民主机制 绝对能够去发解这样的一个歧视 让台湾往前走 我想这就是台湾的价值 所以事实上大家不用害怕 让我们大家攜手 往前往人权的道路 方向对了 我想方向对了 就是大家就是往前迈进 大家一起走 不用害怕 大家大家紧张一起往前走 我自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 就是说你在讲自由开放的时候 你会感觉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经济数字上 看起来那么直接 可是你回头想一想 正因为自由开放 所以你有很多的创意 很多的产业 很多的新的商业的契机 它才能够完全没有被禁制的往前推 这个就是一个民主社会 其实最大的资产在这个地方 我就是在想一想 回头想一想 在我很小的时候 家里面如果说发生了一个先生打太太 很多人都会说 这是家人家家务事 你很难插手什么的 现在你看看 你如果听到隔壁有这种咆哮的声音 在对小孩或对太太这样咆哮 甚至报过来吧 可能对先生 隔壁人就去报警来 隔壁邻居可能就去报警了 这都是进步 这表示说你的家务事 不会是指你的家务事 而是国家这个社会一定要来介入的 从某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从那个女性的平权 一直到现在的同志的平权 同婚的权利的被肯定 这就是表示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了 这个想 这个就是台湾价值一面非常重要 我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 哭手的一些画面 我说我常在想 这些哭手的画面 不管是哭手谁 我想这个游委员 许委员应该都很清楚 你们自己站在某些议题的争议点上 常常被网络上被拿来哭手 甚至有时候哭手过程 可能还包括很多扭曲的部分 都可以想见了 那包括蔡英文总统 以前的马英九总统 或像现在 现在这个 以今日之我 向昨日之我挑战的 吴敦毅主席 都一样嘛 一定是被哭手 可是又怎样 有时候你发现到 这个哭手 大家会觉得 哭手这些不能容忍 可是再想一想 当政治人物 用更宽容的方式 包容的方式 来面对自己被哭手 这一块的时候 他不就是当年 我们讲的西方民主政治里面 最好的幽默吗 你可以调侃我 嘲讽我 但是我幽默以待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说 哇这政治人物 有不一样的气度 当很多政治人物 都有这样气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台湾的民主政治 就比中国大陆 甚至我们亚洲的 其他国家 来得宽容多了 因为在 比如说新加坡 搞不好这个 你就会侮辱元首对 你就坐牢去了 可是台湾呢 马英九也好 蔡英文总统也好 笑一笑吧 也只能这样子 笑一笑 这就是进步 我每次常想 这就是这个社会 进步的动力 小孩子从这里面 学到的是什么 你要权威要能够服人 你不是靠权力来服人 你是要靠自己的 优雅的气度 跟我的辩护能力 说服能力去服人 这其实对 很多年轻世代来讲 就是一种新价值 给他的启发 我们再也不是说 因为你当爸爸 你就大 我们现在当爸爸的 小孩子你试试看 你还得努力的 去说服他 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买 那个东西怎样怎样 小孩子听了你话之后 他不一定听得懂 可是他十几年后想一想 这可能就是爸爸 给他最好的价值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这样 反复的跟各位谈 所以今天下午的协商 两位会那个吗 会努力的 还是为同婚法案讲话吗 当然我们还是 还是讲归讲了 但是就是 但我也 我刚讲过嘛 理性的来看 我也认为这个会 这个临时会应该是 机会不大了 因为时间很赶 第二个呢 重大反应太多 第三个更重要一点是 行政部门可能还没准备好 但是现在立法院的 法案版本 你们觉得够吗 可以吗 基本上观念上是OK的 其实是够了啦 因为说实在的 当然就是 大家一直在担心的名称什么 其实大家 就我们三个条文 其实就是提纲切离嘛 当你这个提纲 把它提起来之后 所有的问题 全部都解决了 那这样我一定要 赶快打插 最后一点时间 他们现在有些担心的是说 那个将来教育部里面的 什么同性 那个性别 称谓是吧 性别什么教育 这些 性别平等教育 这会不会受到冲击 不会 为什么会冲到冲击 因为现在性别平等教育法 里面本来就规定要有这个 每个学校这个中小学 每个学期要有四个小时的 性别平等教育 那性别平等教育里面 就是包括性教育 性教育这一块也会 性教育 性教育 性感教育 跟同志教育啊 那你性教育 现在学校 哪个学校叫性教育 今天发生了这个所谓的 这个林一涵的事件 房思期里面不是在讲 我们家庭教育什么都有 所缺的就是性教育啊 那学校虽然说 我们的性别平等教育法 已经通过了十几年 但是学校的性教育 原来是缺乏的一块啊 所以所以基本上 跟这个大文会的解释之后的 这个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是我们自己本来 就缺乏这一块 对其实我也认为说 整个整个统运 或者是婚姻平权 这个一个运动 其实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社会工程 那甚至于所有的学生 所有的父母家长 或是社会科学 都要了解说 推动这样子的一个运动里面 对社会的代表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 谈到说它不只是一个单一个法案 因为单一个法案 它就是一个法条 或是一个法律的条文的修正 更重要的事情是 这个社会工程 我们整个社会用什么心情去对待它 然后整个社会 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如何跨越到下一个阶段去 我想这整个运动 我觉得到现在 我们真正进入到2.0了 OK好 真正进入到2.0了 这些考验的是我们的脑袋 我们的心态 我们的视野 这都是一个新的阶段了 感谢游民力委员 感谢徐宇人委员 谢谢 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待会明天见